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个狼群中的领头羊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 绰号航海家亨利 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真的出海 但他资助了大量的航海探险 这就像是他在家里玩文明游戏 派遣探险队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葡萄牙的探险家 瓦斯科达加马 在1498年成功绕过好旺角 抵达印度 这一撞举就像是打开了通往香料 和财富的宝库大门 而西班牙呢 他们的野心也不遑多让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在1492年横渡大西洋 虽然他以为自己到了印度 但实际上却发现了美洲 这就像是你在寻找一个失落的宝藏 结果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 西班牙的征服者们 像是埃尔南 科尔特斯 和弗朗西斯科 皮萨罗 他们在美洲大陆上所做的事情 简直就像是现代版的权力的游戏 充满了背叛 战争和无尽的黄金 当然 这些探险和征服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对于原住民来说 这些欧洲人的到来就像是一场灾难 他们带来了疾病 战争和奴役 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这就像是你家里突然闯进了一群不速之客 不仅抢走了你的财物 还把你的家变成了他们的地盘 总的来说 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 一方面 它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 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贸易 另一方面 它也带来了无数的苦难和冲突 这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派对 有人欢笑 有人哭泣 但无论如何 这场派对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发展过程 哥伦布的航行 新大陆的发现 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 哥伦布的航行 和新大陆的发现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15世纪末 看看这位意大利探险家 是如何的掀起一场全球大变革的 首先 我们得从哥伦布的背景说起 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 出生在意大利热纳亚 小时候可能和我们一样 梦想着成为一名伟大的探险家 不同的是 他真的做到了 不过 他的成功之路 可不是一帆风顺的 哥伦布的梦想 是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航路 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对东方的香料 丝绸和其他奢侈品 可是垂涎三尺 问题是 传统的陆路太长太危险 海陆又被葡萄牙人垄断了 于是 哥伦布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向西航行 绕过地球 到达亚洲呢 听起来很简单 对吧 但在当时 这可是个疯狂的主意 很多人认为 地球是平的 航行到尽头会掉下去 即使那些相信地球是圆的人 也觉得哥伦布低估了地球的大小 哥伦布的计划 被葡萄牙 英国和法国的君主们 一一拒绝 直到他找到了西班牙的 伊沙贝拉女王 和费尔南多国王 西班牙王室最终决定 资助哥伦布的航行 可能是因为他们 也想打破葡萄牙的垄断地位 于是 1492年8月3日 哥伦布带着三艘船 圣玛利亚号 平塔号 和尼尼亚号 从西班牙的帕洛斯港出发了 航行的过程并不轻松 船员们在茫茫大海上 漂泊了两个多月 食物和水都快耗尽了 大家开始怀疑的 哥伦布是不是带他们去送死 就在大家快要造反的时候 1492年10月12日 陆地终于出现在了视野中 哥伦布以为自己到达了亚洲 其实他登陆的是 今天的巴哈马群岛 哥伦布的发现 并没有立即被认定为新大陆 他自己也一直以为 找到了亚洲的一部分 但无论如何 这次航行 开启了欧洲对美洲的探索和殖民时代 哥伦布一共进行了四次航行 每次都带回了更多的新大陆消息 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地理认知 有趣的是 哥伦布直到去世 都不知道 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 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是 意大利探险家 亚美利哥 维斯普奇 他的名字 也因此被用来命名了美洲 哥伦布的航行 不仅改变了地理版图 还带来了文化 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 欧洲人带来了新技术和疾病 美洲则回馈了玉米 土豆和番茄等作物 彻底改变了全球的饮食结构 所以 哥伦布的航行 不仅仅是一次探险 更是一次全球化的开端 虽然他的动机和方法 在今天看来 可能有些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航行为人类历史 翻开了新的一页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能从中找到一些乐趣 下次我们在一起探讨 更多有趣的历史事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殖民帝国的建立 全球化的开端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深刻 又充满戏剧性的主题 后果影响 殖民帝国的建立 全球化的开端 这不仅是历史书上的一页 更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前奏 让我们穿越时空 看看那些殖民帝国 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舞台上 拉开帷幕的 首先 我们得从15世纪末的葡萄牙 和西班牙说起 这两个国家 就像是历史舞台上的 两位急性子演员 迫不及待地要抢占风头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 也被称为航海家亨利 就像是个不安分的探险家 带领着他的船队 在非洲西海岸 上演了一场场海上马拉松 而哥伦布呢 他则是个方向感极差的 探险家原本想去印度 结果去误打误撞 发现了美洲大陆 你看 这就是历史的幽默之处 接下来 我们要谈谈那些 殖民帝国的后果影响 首先是经济上的 殖民地不仅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 还成为了欧洲商品的市场 想象一下 欧洲的商人们 就像是开了挂的淘宝店主 源源不断地从美洲 非洲和亚洲 获取黄金 香料 茶叶和丝绸 然后在欧洲市场上 大赚特赚 这种全球贸易的兴起 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开端 然而 殖民帝国的建立 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比如 非洲的奴隶贸易 就是一个黑暗的篇章 成千上万的非洲人 被强行带到美洲 过着非人的生活 可以说 殖民帝国的建立 不仅是财富的积累 也是人类苦难的见证 再说说文化上的影响 殖民地的人民 不仅被迫接受了 宗主国的语言和宗教 还在文化上 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比如 今天的拉丁美洲国家 大多讲西班牙语 或葡萄牙语 而非洲的许多国家 则讲法语或英语 这种文化的交融和冲突 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最后 我们来点轻松呢 你们知道吗 有些殖民地的建立 还充满了戏剧性和意外 比如 荷兰人曾经在17世纪 占领了今天的纽约 并把它命名为 新阿姆斯特丹 后来 英国人来了 把它改名为纽约 想象一下 如果荷兰人一直占领那里 今天的纽约 可能会变成一个 满是风车和郁金香的城市 连自由女神像 可能都会戴上木鞋 总的来说 殖民帝国的建立 是全球化的开端 它带来了经济 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革 虽然有许多负面的影响 但也为我们今天的 全球化世界奠定了基础 希望大家在了解 这些历史的同时 也能从中汲取教训 为未来的全球化发展 贡献智慧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今天 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能带着微笑 离开课堂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 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 回到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领略那段历史中的冒险 阴谋和财富 我们探讨了葡萄牙和西班牙 如何像一群恶狼一样 盯着世界地图上的空白区域 准备争夺资源 哥伦布的航行 更是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 虽然他的航行意图 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一些误会 但无疑改变了人类历史的版图 在这个时代 虽然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得到了极大的促进 但随之来的也是对原住民的灾难 疾病 战争和奴役 让无数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这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派对 有人欢笑 有人则默默流泪 通过这些历史事件 我们不仅了解了全球化的起源 也看到了人类在追求财富 与权力时的贪婪与盲目 这些故事反映了历史的复杂与多面性 让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平衡 在此 我想请问各位观众 你们对这段历史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认为大航海时代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还是对人类深重灾难的开端呢 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这段精彩而又复杂的历史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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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